一人饼干17岁时 透过超级魔王大道的选秀入行 出道至今已有13年的她 近期宣布改名为冯承轩重新出发 并转战歌坛 冯承轩花了百万积蓄 推出单曲《太极》 收获了大票粉丝的喜爱 不要在演艺圈打拼多年的她 竟不慎将身体搞垮 过去她曾因没有工作而陷入低潮期 有时穷得连三餐都吃不上 甚至为了省钱而吃隔夜餐 有一次吃到早已臭酸的食物 搞得自己上吐下泄 最后被送去医院就医 导致留下长期胃溃疡的后遗症 近期她的胃溃疡再度发作 直到发现血便才就医 冯承轩透露经过检查后 发现胃部已经破了四个洞 并切除了两颗大肠息肉 医生也警告她 如果再不照顾好身体 情况就会继续恶化 严重的话将会胃穿孔 因此目前每周都要固定回诊 来追踪身体的状况